台妹 欢迎请你这位内地新人 但是他非常红 红到有一颗星星是他的名字 他叫做华晨宇 你好 哈喽 主持人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花花华晨宇 是有一颗星星 其实是歌迷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 好像就是 是在美国的一个歌迷 他就买了一颗星星送给我 就是他把那颗星星 买下来 然后用我的名字做那颗星星的名字 好甜蜜啊 为什么我不会有个更好的粉丝呢 好了 我想问一下 其实呢 对于你来说 你之前有没有想过 是真的现实里面有一颗星星 是用你的名字的 没有 我没有想过 因为这种事情 一般人也不太会去想象 而且很梦幻 对 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 好了 现在有一颗星星 其实是你的名字 那你有没有去查探过这颗星星在哪里 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研究一下外太空 因为我当时拿到那个证书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买下星星的那个 美国发的那个证书 证书 但是我很想知道那颗星星在哪 但是因为他 我一抬头一看天 根本就没办法找到我想要的那颗星星 对 外星人呢 你觉不觉得真的有 我觉得 虽然我没见过 但是我觉得也许他应该有吧 我猜他应该长得还蛮奇怪的 对 就会跟正常人不一样那种 好像异形那种 对 怪物对吗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长得很恐怖的那种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将来真的有一天呢 就是现在常常都会说 喂 我们迟些可能有机会去移民去复星啊 那样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可以离开地球 嗯 因为我现在也去不了 所以我就没有想过 如果说我能够去的话 我就会好奇 我肯定就过去尝试去一下 你啦 就是刚才所说的 你的名字叫花花啦 有个名字叫虎星弟弟啦 有个名字叫外桑 你有这么多个称号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花花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在上学的时候 就是我在出道以前 我还在上学的时候 这是我的同学给我起的一个称号 就是 是因为我们学校后面有一只流浪狗 他叫花花 对 然后 然后我的同学就开玩笑说 哎 你们长得好像 就开玩笑说的 然后就叫我花花 然后 火星弟弟是因为 我还在比赛的时候 我第一场比赛 然后唱了一首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没有歌词 对 然后我就会再乱唱 开玩笑的说 我说我可能要用一种火星文的方式来唱 对 然后所以 就 湖南卫视就有给我起了一个称呼叫火星弟弟 当时大概唱的火星文是怎样的 可不可以现在示范一两句 你看 就是我在乱唱 就是其实是嘴里虽然唱的有词 但是其实是没有任何意思的那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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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唱什么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在听古典乐 对 其实我的音乐 我写的音乐 其实会比较 偏古典音乐一点 对 那你在家里是不是都会不停开着那些 背多芬啊 毛泽特那些人去听 对 我小时候会经常听 但是小时候其实我不爱听 对 我不喜欢听那些古典音乐 但是可是又必须得听 因为每个星期都有老师布置的那个作业要完成 所以就必须得去听他们 但是后来我又长大了 上大学 高中大学之后 我又开始发现 还是古典好听 但是我就开始 真正的心里开始喜欢古典了 对 你喜欢古典音乐的程度 会不会是好像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 例如好像 梁朝伟啊 刘德华武奸 坐在一张梳法上面 然后你 会这样 真的会 会这样 真的会 就是会跟着音乐的那个 音乐的那个旋律和情绪 会 很澎湃 对 会跳动的那种 对 刚才你都说 你是一个在家 是一个在家里面 然后我觉得那样会很舒服 然后其实我对外面的世界 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因为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面 自娱自乐的那种 所以后来我出道之后 要经常跟陌生人接触 所以我会很不习惯 如果你伤悲 让我重生 给你安慰我 哦 哦 哦 那呀 的我 看着 的 也 为你祝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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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花花啦 真的很斯文 很害臭 我完全想象不到 为什么你会 那么有勇气去参加歌唱比赛 比赛是因为我 那个比赛是在湖南举办的 嗯 然后我当时 湖南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说 让我去 他们这边来玩 就是 他会 就是请我吃饭啊 然后 就包吃包住 对 然后 然后就想让我过来玩一下 就参加那个比赛玩一下 就说很 就很希望我来 然后我就 想那 那好吧 你竟然又要请我吃东西 然后 他说那个比赛蛮好玩的 那我就说 那我就来尝试一下 玩一下吧 那你来到的时候 知不知道要见那么多人的 我一开始想象的是 就在一个小黑屋里面 然后 起个品位 坐在上面 然后就 我就去唱首歌 我就可以走了 嗯 我以为是这样的 但没想到会有很多的观众啊 什么的 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朋友骗你 我中间有一度有一点点讨厌他 因为有见过他一次 然后 然后 然后在他的时候 他就 他就 对不起 然后我就算了 没关系 那么 其实那个朋友都是不想你埋伏了你的天法 现在呢 你也推出了你的第一个尊筹 叫做卡西莫多的礼物 嗯 其实卡西莫多呢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然后 这首歌是我写的 然后 因为卡西莫多他这个人 他是巴黎圣母院里面的那个钟楼怪人 他有一个不是很好看的外表 但是他内心却很纯真的一个人 然后又很善良 他的整个的气质跟我的专辑就很像 就是我这样的专辑可能整体会有一种略微带一定孤独气质的感觉 就在一个角落里面去默默的守护着一个人 然后当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才会站出来 而不会时时刻刻都天天跑出来去帮你 不是那样 那么好了 这个访问的最后 如果要你在CD里面选择一首歌 推介给香港的恶迷你会推介哪一首歌 呃 林希老师帮我填的一首 填词的一首歌 叫《烟火里的尘埃》 那么下次呢 什么时候再来香港会会我们先 过不了多久可能还会来吧 应该 真的吗 对 那你真的很喜欢我们 还是喜欢我 哈哈哈 好啦 我不费你啦 好啦 你走啦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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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 如果世界听不明白对影子够白 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为什么明天更精彩 有没有生命的话 我当天更精彩 我当天更精彩 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只有我 就是我 好希望 我还在感慨 爱 风着着吹过来 为何不回来 爱 风一直不回来 爱 美不美爱 爱 麻木的那么快 爱 应不应该 爱 能不能美想 爱 梦得开怀 哭得太帅 爱和表情 要让这世界安排 不重是我 不重是我 死死一场烟火 散落的深海 爱 风着着水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